2月17日,中国导演宁浩和科幻作家刘慈欣现身山西太原,为热映的电影《疯狂的外星人》录演站台,这是两个山西老乡第一次在家乡公开同框,随着《流浪地球》和《疯狂的外星人》两部根据刘慈欣小说改编的电影上映。 越来越多的科幻迷和影迷开始对刘慈欣的小说被搬上荧幕,瞧手以判。现场许多影迷争先恐后地提出问题,在问到刘慈欣最希望哪部作品被拍成电影时,刘慈欣这样回答。 刘慈欣被誉为中国当代科幻作家第一人,同时也是亚洲首位获得余果奖,世界科幻文学界的诺贝尔奖的中国科幻作家。 其实现在电影界它最想拍的肯定是这里面和我们中国元素结合的最紧密的那些,像什么《赡养上帝》啊,什么这些,《中国太阳》啊,这些拍成电影。 当然,这个做出我自己的希望,我还是希望以后我的科幻色彩最浓厚的那些作品,以后有机会在大荧幕上能够和观众见面。 你说三体吗? 三体是,但是我最希望拍的是短片小说,而不是长篇小说,因为改编电影短片小说最合适了,长篇是十分困难的,因为你从一个作品中加一些东西去去一些东西, 比较好办的多。我当然希望三体能够拍成电影,但是它肯定是需要时间的,它面临着很多的困难不熟悉的地方。 截至目前,猫眼数据显示,灵感来源于刘慈欣小说《乡村教师》的电影《疯狂的外星人》,票房已达到19.63亿元。 根据刘慈欣小说《流浪地球》改编的同名电影《流浪地球》,票房已突破37.25亿元,再列中国电影票房榜第二名,排列第一的是56亿元的《战狼2》。